大家好,各位朋友,又到了Bestback的時間 剛剛星期三那天 有一陣子都未見過那些跑得那麼高的騎馬 這些賽果都古古怪怪 但是難中得來又不是太好分 潘頓就繼續日行一線 其實他剛剛星期三的表現都不是太好 有好幾隻馬早段都守到好位 想著實食武之下就是關鍵的位置 人又沒有,馬又沒有,我也不知道人又沒有 人沒有,馬又沒有,兩樣都沒有 跑到一柱菜 跑得很差 鵝雷拉也不見得好得去哪 不過爺馬多過他 反而就殺了一個蔡明蕭出來 說明天 鵝雷拉、潘頓兩個 為他們季內的第一百場頭馬 所謂奮鬥 究竟誰先贏第一百場呢 可能要明天先看 不過這個星期 雖然我個人不在香港 但也看到一件 都醞釀了一段時間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馬會證實或宣佈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說了 都不用說戴什麼頭盔 有傳聞說蘇寶羅 所以今季就交給馬會 玩 較早時期 其實他 跟馬會申請 不要重化衛星馬房 因為到現在為止 大家如果看回他今季的成績 其實 達標也還有 沒有記錯 七場 對上一次贏馬 就是那隻韋少寶 那隻韋少寶 殺敗了一群 我沒有記錯 記錯了就可以 可以在文字欄 下面留言指定我 但我應該沒有記錯 因為重化 在重化 有馬房 需要 18場 才達標 但18場當中 五班 才是 一直都是 這個五班 只計兩場 一直都已經為人救病 亦都已經是 令到霍利時 第一個 劈砲不做 如果你看回下游的馬房 其實很多 頭馬數字 是多 但真正計達標 其實 很多都不夠 像鄭俊偉一樣 都是完全 因為他大部分的頭馬 都是五班賽 你計算兩場 根本就沒有可能打標 如果真的 蘇寶羅 現在這件事 這樣做 當然他 很多眾說紛紜 他說不玩的理由 未必是因為五班賽 但是 也有很多原因 這些空穴來風 最拿命的就是 好像一些 傳言 就是說 現在馬會的 防疫氣泡 還是用氣泡 非常之嚴謹 令到他們 沒有什麼基本的人身自由 所謂 所以 已經非常無癮 而且 看到蘇寶羅 其實也一直部署 將馬一邊散 螃蟻 所以 以前已經 就要跟馬會申請 而不能重化 那裡 再加上 現在重化的馬 又不能來到香港 已經連續幾個賽日 即是 維素不少的馬 逃出 令到 有些長次 haven't been 馬跑 出馬量 都因為 退出 沒有 保不上的大幅減少 除此之外 在這三個多月之中 其實我都不止一次在這個節目裡說 退役馬的匹數 也累積得很令人 嫁舌 我操略 沒有認真地數過 但是很粗略 看回 應該都接近100匹 到現在為止 另一方面 應該 我不清楚 因為我人不在香港 我不清楚 或者你們有留意 如果我說錯的話也會更正 我也很有興趣知道 今年 有多少人會入紙抽馬 因為 聽到不少 馬主都 要馬上 又不能入場 又不能探馬 又不能探馬 現在有些馬 從快又下不了 想跑又不能跑 就算你說下季 馬會加獎金也沒有用 現在就算是免陽馬肺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或者 又這樣說 這個情況 變相都刮了馬匯一大巴 因為你一心想著 限制了五巴馬的頭馬數目 就令到所謂太弱流強 但是現在你怎麼知道 你現在這幾個月 這幾次的賽事 馬都下不了 那你有些馬房 你計劃馬豹 那你已經影響到他們 爭取頭馬的成績 不知道 其實馬會 你應該第一時間要做的 就是應該即時取消 這一個 五巴馬 只計兩場 去穩住 整個局面 你今天 你之前有霍利時 現在再有蘇寶羅 我不知道 蘇寶羅最後 是否真的會離開 還是怎樣 接下來 還有些 那些聶馬師 足夠六十五歲 要退休 那你 變成了 你根本就是 那個 突然間會陷入一個很重要的真空期 其實馬會應該趁 你重發這樣 變成 你又有一個藉口 可以有一個好的下台街 因為疫情 那些馬鋪排不到來香港 那這些影響電馬師部署 那你爭取不到成績 那你投賣未必足夠 那你應該可以 就是 就是 鑽於這個理由 那便 從善如流 將這件事 取消了它 或者暫門執行 怎樣也好 那當然 當然 薄利時就不幸運 因為它已經 都已經 都已經 散了創 但是起碼 對現在那些下游 連馬師 就是 叫做公平一點 因為你始終 當然 這個問題 未必 影響到 就是 那些 就是 下游 連馬師 因為有些都未必有重化的 那就 未必會有直接 但是 就是 疑點利益 歸於 這些連馬師 其實就是 應該 應該要 重新檢視 那些 乘機 就取消了它 起碼 第一 你的連馬師 也有些心機練馬 第二 你的 蟲化馬 退出了 那你起碼 那些下游 馬房也好 那些 不用說 要留住 一些彈藥 即是下季 對不對 因為 很多 有五班馬的馬房 其實 是 無形中 是一個 解決辦法 來的 因為 你明天 十場賽事 都有兩場 五班賽 其實每天 每一次賽事 都起碼有 一 至兩場 甚至乎 有三場 的五班賽 那 你 這些 如何計算 所以 這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 疫情 其實有很多 現在 因為疫情 做了一個理由 就變成 好像很大條道理 這樣 對不對 但是 你說 是不是真的 很大條道理 這些 大家心裡有數 都不用我多說 但是 這幾個月 你看到 尼尼馬斯 玩 開始 有些不玩 然後 去疫馬 的數目 是歷季之冠 這麼短時間 這麼多匹馬 對 分分鐘 令到 接下來 究竟 入址 抽馬的人 有多少 馬會 會否需要 調節 出更多的 籤 填補 馬口 因為 如果現在 我沒有猜錯 我沒有估計錯誤 現在 香港的現役馬口 應該是 大概是1200匹 甚至低於1200匹 這幾季以來 是最低的 那 你如何 去維持 馬圈的生理時鐘 這是一個 很迫切的問題 說了這件事 我都 希望這個馬會 都要想一想 這個問題 就是 蘇寶羅 如果真的 下季不玩 接下來 還有三幾個 蓮馬師 踏入退休年 然後 兩、三季之內 突然間 會失去四、五個 蓮馬師 你升 又是否升得上 升得上 是否真的 涵接到 這不是我去想 不過 我只是拋出一個問題 顯示到 現在的情況 所以 以後 香港的馬會 跑黑馬 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只會一次黑過一次 你還要 好像之前 潘頓一樣 都要 用到 逼供 要逼 馬會 要讓步 要讓他自己保外就醫 其實很多很多這些事情 當然 我都明白 就是 馬會 都是要跟政府走 政府 說要怎樣就怎樣 但是 但是 反面的效果 就真的很多 所以 這件事 我 我 只可以說 祝大家好運 幸好我 就 在這裡 那 昨天 尤達 尤達 我 終於 第一次 進入 這裡的馬場 去了 Campton Park 其實 早兩天 就是 星期三的時候 我們已經很想去 因為 第一 由我家 去 Campton Park 的路 的路程 相對來說 不算太遠 第二件事 因為那天 我老朋友記住 布宜河 都有好幾匹馬出賽 打算一心去 第一次進去 就是 去 找一下老友 順便看看那邊的跑馬是怎樣 誰知道 一場雨 很大的雨 令我打燒了 然後 終於到昨天 看完 看完 看了 安樹 那個跳冷 女士日之後 看到一大半 我都要離開 因為他頭牆 就五點 跑 那我四點多 就要在這裡出門 那 也要乘一輪巴士 再轉 車 大概都要差不多 一個小時 幸好 那天 即是昨天 即是 及時趕到 因為那天 布宜河 就騎一匹馬 因為那天 跑七場 八場 他跑一場 就是頭牆 跑高多分 跑完 他便走人 幸好 剛剛去到那時候 剛剛他跑完 不幸好 就失敗了 但幸好 幸好 看到他和他 聊了一會兒 因為那次 在杜拜 我們 大家 他有他忙 我們又聊得不多 都是韓圈一兩句 昨天 真的可以 聊久一點 聊了很久 也聊了很久 他跑完馬 換了衣服 然後 我送他去 他的車 他有司機 送他回 New Market 因為在 Campton Park 去New Market 都要兩個 駕駛 當然 布宜河 今時今日 作為高多分的第一主席 當然不用自己駕駛 當然有司機代理 他又介紹了司機 大家也聊了一會兒 當然要跟他打卡 都約定了 看看情況許可 看看我可不可以去New Market 去看他 因為之後 都是 都要一排他 才會再回來 Campton 或者 就是 心 因為 葉心 這個月 19日 開季 葉心 馬場 沙丘園 更加 沒有那麼快 因為 我住的地方 比較近 馬場 只有Campton Park 葉心 和Sanddown Park 沙丘園 葉心 最近的 大概半小時 車程 Campton Park 和Campton Park 就算是遠 但還是一個小時 如果再去Escott 就更遠 如果去New Market 就更遠 所以要考慮 但也很開心 我其實也在想一件事 因為我開了很多旗票 第一天 可以 過許可 我再拍攝 英國馬場 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留意 尤達專頁 尤達的Facebook專頁 可以給大家看 明天 日本那邊 就跑到櫻花上 明天 那場櫻花上 也挺平均的 也有幾隻 都上得 挺up and coming 都是幾個線 所以明天 那場櫻花上 都會 挺精彩 也未必是一面 因為 除了這些 因為 稍微有些機會 那些馬 都當不是排得那麼好 有些就配搭大兜亂 所以 這場就 大家可以看回 我在尤達專頁 那裡 都給了一些 神粗片 一些賽前 那邊的資料 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參考 當然我現在就說 明天的賽事 那明天 就 跑了十場 全部 在全部草地 私跑道 那 其實 也有好幾場 也挺亂 那 我都繼續 雖然 潘頓 連過去兩次賽事 都不知道 跑什麼 認真說 那 但是 我這次 都是給潘頓 大家參考 那 今次 給第五場 翻兜 又翻兼 又給了一隻 之前都貼過的馬 給大家 參考的 那就是 第五場 的十號馬 喜悅精 第五場的十號 喜悅精 那 其實之前 那三次 對上 霍宏昇有飽過 潘頓有飽過 但是上次 找回 霍宏昇 那 其實 我就覺得 他早段這隻馬 騎得完全 一點都不積極 比預期中 留得太厚 可能也是 場地影響 那 都是 黑如其分 最後 最後 被 過河競桌 歐洲導彈 那些 在後面 跑到第四 跑了幾次 其實都試了很多次 跑了幾次 菊草 都 效果都一般 那這次就轉回來 跑沙田 那 就是潘頓 就拿回來跑 那這隻馬 其實就 一路都跑了很多場 其實一路今季 其實水準都很穩定 那 之前都跑過這個路程 但是 都 都是 不過不失 那 上次跑完 那 就 一路操練 都沒有什麼 怎麼放回過 那 那 那這次就 背著 都 不是太重 一百二十磅 那 就是潘頓又不用做磅 那這次 和對手 其實就 不是太 就是 很多都和和妥妥的 就是 現在地大熱門 都是一隻中橫天下 都只有四點八倍 根本的飛都不是太重 那 你智有型 那 就是 這隻馬 都 都 有些近跡支持 但是排骨 又頑皮 那 那 你再看下去 變成這隻 喜悦精靈 就 叫做 有近跡 交得準 那 那 上次 也是僅僅追不到 那 其實 跑了幾場千二 那 今次轉回來跑千四 多二百米 那 直路又長一些 其實就應該幾利追 看看 今次 喜悦精靈 排位又 不是太差 排四檔 那 看看他可不可以賺 一些組斷的形勢 守好位 保留太后 然後 就 勿斷 一股 作氣衝上來 三甲都應該幾穩 所以 今次 尤達Best Back 的提供就是第五場十號喜悦精靈 一場十號喜悦精靈 那 講到這裏 就差不多了 那 今集的尤達Best Back 就到這裏為止 那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尤達師兄 那 未訂閱我這個YouTube頻道的 就麻煩幫幫忙 按一按訂閱的按鈕 還有按鈴鐺 有什麼新片 就一時間多謝大家 也希望你們支持我 我這個頻道 能夠 多些功能運作 還有 能夠收取 Google 那些 都要靠你們幫幫忙 今集的尤達Best Back 就到這裏為止 我們就要到下個星期 即是星期三 再和大家尤達Best Back 祝大家明天的賽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